聖馬利諾華人協會日前發起社區捐贈口罩活動 為新冠抗疫一線醫療人員提供更多寶貴的資源 根據聖馬利諾華人協會公布的數據 該活動已經籌得了3萬個N95口罩 以及各種個人防護醫療用品 總價值超過了6萬美元 至今這些物資已經捐贈給包括洛杉基兒童醫院 航廷頓醫院和嘉惠爾醫療中心等的醫院 除此之外華協還在運輸1萬2千個口罩 和其他的防護物資 將其中的部分捐贈給聖馬利諾警察局 消防局以及市政府 協會會長表示社區的慷慨體貼令人感動 每人都在盡力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令到他非常之好 天下衛時編輯報導